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能够好好的整顿一下 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海底生态 在迎接更好的东西 只是这半年的空档期 会损失很大的经济效益 山不转 路转 去不了长滩岛 还有许多迷人岛屿 泰国最东部的向岛 为了保护最原始的自然美景 政府只开放半个小岛 进行限量发展 让向岛依旧是一个 没污染的室外桃源 近几年也是观光客 度假放松的好取出 热门岛屿还有马来西亚的热浪岛 干净的沙滩和清澈的水质 光水上活动就可以晚上一整天 是不少学生毕业旅行很爱的地方 但熟岛外岛你不能不提 韩国激州岛 遼阔美景气候舒爽 激州岛是韩国最温暖的地区 也是不少知名韩剧的取景地 很多人不知道 这里其实存在超过 2万5千人被屠杀的黑历史 现在当地政府反其道而行 推出黑色旅游 锁定东亚观光客群 现在最流行的是把以前 留下来的战争 也许是历史以及这些东西 再重新公开来 尤其是基督岛有非常多的 世界认真的文化遗产 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看 为了永续经营做铺陈 长滩岛选择封闭 但暑将旺季即将来临 可放空也可放纵的岛屿旅游 依旧是不少台湾人的最爱 转单效应 让其他美丽海岛变得更抢手 三立新闻谷话数料文 海布大岛